耶穌在無花果樹下見到納塔乃爾這個人 耶穌可能都在我成長的無花果樹下見到我這個人 會覺得是天主吸引我 藉著在祭台上的服務 藉著和青年人的相處 慢慢去吸引我去到慈喲會的地方 去到秘修院去找自己成招 潘銘智神父在2007年法院加入慈喲會 2020年晉升神父 他不是出身在公教家庭 但自小參加慈喲會堂區的活動 成為父際開始不同的服務 我不是嬰兒女女 我小學在慈喲會的小學讀書 跟著朋友同學就去聖堂打機 慢慢在堂區裡的善會 又參加了舞蹈班領了誓 領完誓就做父子了 有這種服務的心 除了在堂區 其實潘銘智神父服務青年的召喚 在中學時期已經開始萌芽 在中學的時候 我是做大哥哥計劃 師兄幫中一師弟適應校園生活 今天很喜歡說什麼貧布輔導員 那個年代就是做這些事情 做一些領袖訓練計劃 其實跟學校的同學 特別是師弟建立一份很深厚的感情 在那裡發現自己有這份能力 有那份熱情去跟青年人生活 相處 發言之後 潘神父曾經在香港仔工業學校 照顧寄宿生 加深了他對服務青年人的決心 在香港仔工業學校裡 除了讀書日校之外 放學之後還有宿舍 第一年我有90個宿生 第二年有120個宿生 感覺到鮑絲高神父的生命力 他那份神恩很澎湃 被我捉過兩三次去聊聊天 說一下心裡的事情 那一刻我又很感覺到 我正在做天主叫我去做 為這群青年人做的事 從小到大我對自己很有自信 我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我在香港的時候 四月在賺自己 新宿舍裝修 要看裝修 我怎會懂得看裝修 要想怎樣間隔 我們辦公室怎樣擺位 怎樣擺位可以幫助我們溝通去做事 怎會想你裝修 熱水爐爆水 即爆水出來 要攪熱水爐上去熄熱水爐 我怎會做這些事 但那時候也會做這些 有時候在香港仔林元傑的時候 我覺得我是甚麼都可以 上天下海所有事我都能做得好 似乎在聖趙路上一帆風順的潘神父 在意大利攻讀神學期間 遇上一個很大的挑戰 去到意大利我就甚麼都搞不定 搞不到 不懂得說又盲又龍又雅 我去到一個唐區 第一年的時候 神學生會被派到兩個不同的唐區做事 我去到其中一個唐區 那本堂神父說 你好呀 你剛剛來的 你還在學意大利文 哦 過了主日之後 我團體的獎項告訴我 神父說 他不太知道給你甚麼 因為你不懂得說意大利文 所以你下個星期都不用去做 我們安排你去另一個持有會的唐區 持有會的唐區 應該會包容性大些 所以你先去那裡體驗一下 我聽了一聲 但我心裡是不舒服的 被人拒絕我 你不行 你在我這裏做不到事 你都是 有打擊的 每天就在團體讀意大利文 會讀到厭 有一點懷疑人生 那些時期 我在做甚麼 我是甚麼 我是誰 有甚麼價值 那些事情就會開始湧現 經過這個階段 潘神父對聖趙有新的體會 我們中學有一棵很漂亮的無花果樹 就是在花園很高 經常都說我們在這棵樹下成長 我們這間學校讀書的人 我們的校巷都用這棵無花果樹來命名 所以我覺得我青年的時期 也在這棵無花果樹下成長 在學校、在堂區也在這棵樹下 如果我們看回《若望福音》 一開始的時候 耶穌召叫納塔乃爾的時候 因為耶穌在無花果樹下 見到納塔乃爾祈禱 祂很欣賞納納塔乃爾 所以召叫祂 耶穌在無花果樹下見到我 他見到我對青年人的熱誠 見到我這份 喜歡為人服務的心 所以召叫了我 耶穌欣賞我的 耶穌召叫我去完成某些使命 但始終是耶穌叫 所以我回應我的聖照 就是回應耶穌叫我去做的事 今天是微小的就微小 做好微小的事 有更加大的責任 OK啦 祂會給我力量 有勇氣去面對祂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我滿足多少 不是我有多少發揮的機會 又或者我做完這些事之後 有多少人會欣賞我讚我 而是我只是做耶穌想我做的事 要是我的 我覺得神經病 好 好 好 我去天堆